童话故事是具有跨时代的吸引力 桃圆是一家度假酒店 用爱丽丝梦游仙境来作为圣诞的主题 在饭店内布置了许多浪漫的童话场景 等着旅客去探索 走进饭店就像闯入爱丽丝有历过的仙境 大西知名度假酒店 以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今年的圣诞主题 饭店内布置许多童话场景 等着旅客一一去探索 业者透露今年会选上爱丽丝的主题 是因为明年就是兔年 呼应故事中出现的白兔先生 今年冬季呢 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假期的时分呢 我们就结合了这个传统的童话故事 爱丽丝梦游仙境 把全馆打造成一个非常奇幻的梦幻世界 那客人在这边就可以自由探索 各个精心设计的场景 还有参与许多有趣的活动 那绝对会让来度假的人 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奇幻体验 今年的圣诞节遇上周末 除了订房困难之外 在价格上也有些微的调整 有民众就趁着平日订房 人暑价格也相对好接受 我们新加坡来的 新加坡来度假的 对 很特别 很精致 业者打造冬日浪漫圣诞场景 让旅客们仿佛置身童话故事中 与家人朋友们共度暖心圣诞佳节 好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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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感谢